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,我是汪哥。 我们今天来看奇幻电影《胡桃甲子与四个王国》。 克拉拉一直沉浸在失去母亲的痛苦中,平安夜时父亲给了三姐弟一人一个礼物。 弟弟是一个冰人,姐姐是一件礼裙。 只有克拉拉是一个被锁上的球。 克拉拉为了打开这个球,根据球上的线索去寻找球的制造者教父。 教父说这个球是他为克拉拉的母亲做的,而现在母亲把这个球留给了克拉拉。 克拉拉用教父给他的线索去到了另一个世界,就在他即将拿到钥匙时,一只老鼠窜出来叼走了钥匙。 克拉拉一路追到了河边,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胡桃甲士兵。 士兵一听他的名字就说他是公主,原来他的母亲是这里的国王。 在士兵的带领下,克拉拉继续寻找钥匙,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抢钥匙的老鼠。 克拉拉追着老鼠去到树洞,却被一个老鼠汇聚成的怪物抓住,幸好士兵及时赶来救下了他。 但钥匙却落入了姜母王后的手里。 姜母王后是驱逐的背叛者,她想毁掉克拉拉母亲创造的一切,而老鼠正是她派来的。 无奈士兵带着克拉拉逃回了他们的王国,见到了现在掌控国家的三个摄政王。 摄政王们认为克拉拉是来拯救他们的,他们盛大的迎接了克拉拉,并告诉克拉拉他们曾经都是玩具,是克拉拉的母亲赋予了他们生命。 而给予他们生命里的就是一台生命控制机,现在控制机被锁住了,必须要打开它才行。 克拉拉发现打开生命控制机的钥匙,就是她正在寻找的那把钥匙。 为了拿回钥匙,克拉拉带领军队,去到姜母王后所在的第四王国。 到了第四王国后,士兵们一个个相继重拂,克拉拉被老鼠们卷进了一个树洞里, 姜母王后抓住了她,并说自己已经等候她多时。 让克拉拉没想到的是,姜母王后竟然不知道她母亲已经去世。 克拉拉趁姜母王后走神抢走了钥匙,成功地打开了母亲留给她的那个球。 可这个球只是一个普通的音乐盒。 克拉拉带着钥匙回到王国,打开了生命控制机。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,真正的坏人竟然是王国里的摄政王唐梅仙子。 唐梅仙子的目的就是控制整个王国。 她让人赋予了一群西兵生命,还把克拉拉和另外两个摄政王关了起来。 而那些不听从她命运的士兵,统统被关起来或者重新变回玩具。 克拉拉在士兵的协助下逃了出去。 此时,唐梅仙子正在准备进攻第四王国。 克拉拉准备出去阻止,却发现了姜母王后派的老鼠。 在老鼠的带领下,士兵去向姜母王后通风报信。 而克拉拉负责去关掉生命控制机。 姜母王后知道后潜入王宫协助克拉拉。 胡桃侠子士兵则负责拖住西兵,但很快就被唐梅仙子发现了他们的计划。 她将姜母王后捉住并准备将它变成玩具。 可是没想到,机器被克拉拉提前做了手脚,反而将它自己变成了玩具人偶。 而西兵也同时失去了生命,停止了杀戮。 最后,克拉拉当成了这个国家的女王, 而姜母王后也成功地回到了王国。 胡桃侠子士兵成为了护卫长,故事最后,克拉拉回到了现实世界。 暂时的分离也让她更加珍惜家人。